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澳門今日進入相對靜止狀態 根據澳門日報消息,為了配合現在特區政府的防御工作 在11號凌晨零時起,警察總局民防行動中心協調澳門海關、司法警察局、治安警察局、 團統行政公職局及34個政府部門有機構去到全澳門各區進行巡邏執法行動 首階段會對違反措施的人採取一個勸喻形式 之後各部門亦會繼續加強社區宣傳及巡邏執法行動 和對違反防疫措施的人進行直接檢控工作 警察總局民防行動中心提醒所有在澳門人士 亦都需要配合防疫措施留在家 以及如果是因為執行必要的工作、購買生活物資 又或其他緊急原因,必須外出時就要配戴口罩 成年人就需要配戴KN95以上標準口罩 未成年人不具備條件時亦都可以戴其他標準口罩 這就是政府最新的勸喻叫做呼籲 他又講到現在第一日就和你鬆少少 做個勸喻,跟著就會執法越來越嚴格 其實今日來講,有很多網友都給了影片我 我自己看返,他們有部份跟我說 下午開始街上的人好像是越來越多 而車方面亦都慢慢多 其實都真係要小心點,因爲之前都講過 可能會做一個檢控工作,如果檢控的話 大部份都是不用坐的,但是就要罰你錢咯 我相信在這個時候被人罰錢是一件好慘的事 就好似你好似放狗那樣,放狗那些 今早都有張圖就說放狗好像會被人檢控或者不知怎樣 其實就算之後政府派過萬五元,我們無緣無故被人罰兩次 就什麼鬼都沒有了,所以大家都是那一句 沒什麼事都是不要出去周圍走,盡量不要被他罰到我們錢 不要給他現金回收我們 跟著下來就和大家睇下現在網友所提供的最新示範影片 今天來遠遠見到那裏好像都是拉了風條 這裏簡直是整框圍住了,網友就走多次來這裏 大家見到有流動採樣車,但現在圍住了 這邊就是沙尼頭那邊,這邊就是沙尼頭那邊 但是人都仍有在街上走的 政府就說勸喻,不知道之後 他說要罰人時有沒有那麼多人手到處去檢控人呢? 這個是未知指數來的 因為現在人手方面都是相對地緊張的 澳門來說,如果再派那麼多人手出去做檢控的話 可能到時有什麼事發生的話 等於說你這裏的人手可能會不夠用 即是我在說疫情 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拜拜!